新闻头条带你来看到俗称新SARS的中东呼吸道症候群MERS 在南韩已经确诊7例感染 新增的两名病例曾经接触过第一位确诊患者 另外有一位44岁男子是两位确诊患者的家属 却违反了隔离措施搭击过境香港 前往中国广东估计接触过上百人 中东呼吸道症候群MERS在南韩的确诊病例增加到7人 现在更爆发防疫疏失 一位44岁男子父亲和姐姐分别是MERS第三例和第四例确诊患者 在韩国时就有发烧症状却脱离居家隔离 在本月26号搭击过境香港前往中国广东出差 这名男子目前被隔离在广东的医院 MERS的疑问者在昨天26日出国的事件 昨天27日被证明了 国际保护计计划 沙泰平阳的世界保护机构和中国保护部队 被证明了解诊诊和治疗和治疗 这名男子5月26号搭乘韩亚航空OZ-723班机 过境香港前往广东惠州 期间入宿当地宾馆 机上上百名乘客情况有待追踪 至于为何出现防疫披露 据了解是该名男子隐瞒接触史 不理会居家隔离擅自出境 甚至在韩国就医时即使已经发烧 当地医师却延误通报导致防疫漏洞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